我們來看看投影機 有什麼技巧你要留意的 注意一下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剛剛也有同學在問 六個面 地方底六個面 好像只能投三個面對不對 對啊因為另外一面會怎麼樣 所以投到後面去 所以 他並不是要給我們當貼圖用的 所以說他的另外一個面 如果你要改變的話就是要從這一面來改 他沒辦法說我一次貼六個 一次貼六個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已經學會了就是什麼 鏡像 鏡像的那個工具你一定要會用 好 還有我們剛剛有沒有做去背 對不對 這種的效果不好 你看 這樣子要怎麼敲 沒辦法敲對不對 這個 敲不出來而且 我們一直跟各位強調因為現在3D列印機的解析度 沒有那麼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用這個敲 我只能跟你講 敲出來之後 印出來 叫做面目全非 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什麼 好所以你就可以 像這樣去背這樣 我們就可以取得他外形 好就可以取得他外形 那 再來就是說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筆畫線條的 這個有不一樣喔 你看我們這個hello kitty有沒有 hello kitty如果我這樣這個樣子進來 但是呢你投影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他的啾啾已經變 這樣子了 你看上面這個 本來啾啾是不是這樣 現在是變這樣 不一樣呢 對不對 如果你讓他啾啾在的話怎麼辦 要轉成線條稿 轉成線條稿 有沒有 這個是線條稿 這裡有一個免費的服務可以用 這裡 他就幫我們把有點類似像那個樹苗那種概念 就是我現在是彩色的圖 我就把它變成樹苗的 傳上去之後你再看看 他變這樣子 請問這樣投影出來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小細節 是幫助大家 有時候為什麼你要的 好像跟 我 投影出來的 結果好像不同的 你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其實也有一個內建的一個什麼功能在這裡 我們在 3D search裡面他有一個內建的 投影機的簡單的影像處理功能 在上面這裡 比加 你看 這裡按了對不對 只要按這個 按這個 就會進去了 我們進來看一下 投影機 好 把圖先選進來 有沒有上面這個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 按下去 這是隱藏版的 平常你一定不會按這裡 然後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可以調他的大小 調他的 角度 調他們的亮度 這樣了解 另外呢在左下角這裡 還有翻轉 翻翻翻 對不對 等於說他內建的其實簡單的影像處理的功能 可以方便大家做一點點微調 但是真的 如果你要做比較多很抱歉這就沒辦法 你可能就需要其他的影像處理軟體來 來輔助這樣子 好 所以大致上 跟大家說明幾個 對 還有一個 你看 中文字怎麼辦 剛剛我們不是講他中文字會用什麼 細明體對不對 請問 細明體一定不OK啊 因為太細了 那你就可以用 抓螢幕畫面的方式 自己在你的文書屬於軟體面可不可以有很多字形 對不對 像我這樣 做好了 我就可以再把他傳上去 這樣會了嗎 所以你看我上面這邊 我不要他們兩位了 我來改一下 我就自己抓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兩個 所以你知道印章要怎麼做的嗎 怎麼這樣子 人家右手邊就放一個印章 印章是不是也是當作圖片來用 投影出來是不是就可以敲敲敲 你就可以敲敲敲的 我先用這個比較大的 好進來了OK 好字太大 縮小 轉個方向 按滑鼠右鍵 這樣是不是字就進來了 那就看你要放哪裡囉 好太大 縮小 移動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接下來你應該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就只有敲敲敲音 各位 你做到現在 你不覺得你只要會敲就好了嗎 你都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呢 就這麼敲敲敲 不是很單純嗎 對不對 好了 那就 交給各位囉 好不好 那 沒有